大家好 現在是早上8時30分 我身處馬尿水碼頭 準備乘船到Santara的地方 因為我已經快要遲到 所以不多說 馬上買飛上船 來回的 你快點在這裏 好 再一次 謝謝 買了飛了 準備上船 現在開船 船程是乘搭1.5小時 即是轉換台灣也行 所以現在先開車 終於來到荔枝窩了 今天的目的地就是荔枝窩 剛才跟大家說一下荔枝窩的佈局是怎樣 其實荔枝窩村是9條橫行和3條直行所構成的 它的佈局其實和風水是非常知識相關的 這麼快就已經來到荔枝窩村的廣場 還未正式進入荔枝窩村 現在在我旁邊就是小型護士館 如果大家想看看故事 了解一下背景 就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不過現在我被眼前的茶果檔所吸引 為什麼會有茶果買呢 就是因為荔枝窩其實已經有300年歷史的客家村 要一個茶果和一個雞子壇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一日到來 每個都好像跟我一樣 太餓了去買茶果吃 我真的好像很久沒吃過了 這個餡是超多蘿蔔絲和蝦米 可以感覺很滿足 先試一下雞子壇 這個沒什麼味道 可能因為他想迎合這裡 比較多上了年紀的人 可能就做個低堂版的雞子壇給他們 應該是這樣 經過完廣場 就是來到荔枝窩村的東門入口 未走進去之前 我就想和大家說一說這個場 在我旁邊這個是風水場 這個風水場其實是有段估計的 相傳就說以前有個風水師建議建立這場 誰知道建立後 經濟和紋身都有好轉 所以這場真的要多一個風水師 好 現在我們就進去吧 好 現在我們就進去吧 轉一進來 第一間就已經有間咖啡廳 叫做Fools Cafe 其實雖然荔枝窩村已經是60年代 居民已經遷走了 但其實還有少部份的人 留在康守間造屋 以及參與復奸計劃 Fools Cafe 就是其中一間留守的人 這間Cafe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賣全天然 全人工的野飲和小食 這些全部都是用農友自己親手種的農作物去製作的 其實這裏所有東西都很佛系 不是說你來就一定有 是真的看緣份 這個Cafe真的很漂亮 還有一些落神花的果醬 就是Anna自己親手做的 Cafe是樓上自然空間的表姐做的 待會我們就要去拜訪它 現在先試試 Cafe很鬆軟 即是入口即溶的一種 還有配上花吃 即是超有花香味 不可笑 我先試試這個落神花特飲 所有東西都是人手做的 要強調這一樣 因為這裏就是 吃一個手工做的特色 就是 嘩 嘩 超假的 剛才點了蛋糕和飲品 Anna就見我們難得來 有一個secret menu 就是南瓜合桃爐 裡面有芋頭南瓜的糖水 現在先試一下 你看看 很多南瓜 嘩 這個很棒 因為芋頭南瓜是近年新興的品種 可能有些人未吃過 但為何叫芋頭南瓜 就是因為它吃起來很有芋頭味 好像在吃芋頭 而且它是很軟 所以很適合拿來煲糖水 超棒 現在就跟我上去找一個 我想見的人 就是在第三條環巷的表哥表姐 上面的就是巧克力 下面的就是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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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材料都是上天然自己種的 這些花花是否都是自己的 是呀 超漂亮的 我很喜歡紫色這個 很重班人味 而且它吃起來的質感 其實它不是普通我們外面吃的雪條 是有一種雪巴的感覺 對 對 是否因為外面可能加了一些穩定劑 會的 會的 會加了一些煙囚的東西 好像比較瓊 現在可能已經有少少涼了 如果夏天 行山 真是天口慶 吃雪條 隔著雪很棒 一樓 很濕 很透心涼 很香 很香 只不過要加粥料 是呀 因為我們加很多椒 然後跟椰奶一起打 所以它的質感是很稠的 我先試一下這個 這個是朱古力 對 這個是朱古力 好吃 好吃 真的 好棒 很棒 有層次 最初它是吃巴蘭 對 吃到最後馬上吃到鱷神巴 對 就是漸變的味道 很多人說吃到鱷神巴的時候有驚喜 因為它是酸酸甜甜 很可愛 很棒 真的 看著眉口很容易 終於等到表哥 哈哈 你們來了多久? 我在這裡嗎? 九年 差不多九年 九年 剛才出現九年 剛才聽到表姐說 你是六十歲來的 是嗎? 都知道了 接著 剛才七十歲生日 七十歲未到 明年 明年 現在落九年 哦 差不多九年十年 你覺得是怎樣當初會來這裡呢? 沒有 我們 喜歡種植物 我們都是城市人 我做保險 他做秘書 假期中 野發哥的能量非常好 人家不用自己做 幫他做 我倒下肥 但是看到那些作物很漂亮 好像不夠厚 我們計算一條數 兩個都可以轉一下生活的比例 周圍找地方 找到黎智波又參加這裏 我想問一下 你們每一天的行程會是怎樣 大概 我跟他有些不同 我們的習慣都是早起床的 我每天早上都去廣場做過 很簡單 廣場舞 平甩工 知不知道平甩工嗎? 不知道 那個拼手 很簡單 大家可以做 站平一點 肩膀平一點 最好有個空間很闊落 吃四下 分上去 放下來 這樣 這樣 看上去 一 一 二 三 四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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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然後回來 焗我的早餐 我今天吃不到 你想吃 一隻 真的 請你吃 通常我們會切開一片片 斜開一片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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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重巴 是啊 很貴的 現在很免費吃到 所以剛才那個吃完再吃 買一買 是啊 買完了 很鬆軟 跟普通吃的麵包很不同的質感 特別鬆軟 鬆軟的理由煙韌 是啊 如果我早上吃到麵包 我會覺得 對 你看到我的樣子 你覺得 樣子是怎樣 我很愉快 那一天 美好的開始 那這些我們真的慢過 現在我們 年紀雖然騙到你 但是有這麼多人想 享受一些有Quality 不一定需要很多錢 有Quality 這個就是Quality 是啊 是啊 你外面買不到 勇士也買不到 是他做給你吃的 是啊 是啊 這個是重點 真的 在這裡 中田也是 中田 我們就是 看到粟米給了豬吃了 很傷心 又鬧 什麼的 但是怎麼辦呢 然後 原來都不錯 他吃了粟米 剩下粟米狂 我們以為做煲水 很棒 很清晰 是啊 這樣就要面對 來這裡 都沒有計劃 沒有計劃 這個更加是怎樣 我的人生 我覺得不需要計劃 你走去哪裏都可以 我告訴你 我們這些製作 有時候臨到尾才 不想說 對 沒有這個 我只是積氣 雪條也是 是啊 我積氣也是 講緣分 當然是過得到 別人覺得到自己 這製作 這製作 不要粗濕 但是很多變化 人生也是 所以有很多人找我 做workshop 但我不是很想做 因為我很多事都是 last minute 才會有一個 idea 我想這樣 可能 突然興起 很想去哪裏 你想不起 你想錯了 你以為只有100歲 而是200歲 你有辦法去想 你的心態也是 隨遇而安 是啊 要變通 如果你有這種心態 當你遇到突化的時候 會容易變通 剛才拜訪完表哥表姐 其實現在就要走到他們的農地 其實現在我身處的地方 就是荔枝窩村參與復奸者的農地 這裏左右都有不同的農作物 現在我正在尋找表哥表姐那塊田地 我就偷了 不是偷了 自然空間寫著一個小牌 我看到有一個很長的 好像荷蘭豆 不知道是甚麼 待會我就想回去找表姐問 她是甚麼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其實再直走 就是今天的最後一站 就是梅子林 其實是要行山的 不是走很久 走15分鐘左右 應該能走上去 終於看到梅子林的牌 證明應該距離不遠 繼續走 沒有讓她停 梅子林其實是一個山他拉之序 因為它是沒有陸路沒有水路 荔枝窩起碼都有個碼頭 但在這裏完全沒有 甚麼都要走過來 所以其實是山卡拉之序 所以電影那套沿路山卡拉 亦主要拿在這裏做一個拍攝取景 這裏其實都是一些牆壁畫 都是一些實驗的計劃 已經是可能修補好 這樣嘗試去還原 其實大家看到都很漂亮 走上來不是不戴卡拉 香港真的很漂亮 例如荔枝窩 大家放假記得來荔枝窩 探一下表哥表姐 經常好西 現在我就要趕船 大家記住如果來的話 留意時間 逢星期二、四、星期六日 公眾假期才會有街道來荔枝窩 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肥虎大團再見 拜拜 剛才經過你們的農地 一條條的荔枝窩 好像荷蘭荔枝窩 刀荔枝窩 刀荔枝窩 終於知道了 就是刀荔枝窩 過一兩個星期間 應該有刀荔枝窩 期待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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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